斗犬比特见到它会被吓得发抖 150斤的中亚牧羊犬更是打不过它 这种猛犬您肯定没有见过 体型虽然不大不到100斤 但是战斗能力却非常彪悍 它也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物种 大部分人最后一次见到它 那是85年前 让它数量急剧变少的原因 也是咱们人类 因为这种动物它的咬合力非常强悍 嘴巴能够开到180度 最上场的就是去偷袭其他动物 甚至一口可以将其他动物的头盖骨给咬碎 它的学名叫做戴狼 好在85年前影像已经非常发达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戴狼这种物种最真实的样貌 但是这85年间没有人再见过这个物种 人们都以为它已经灭绝 但是澳大利亚一个科学家 这几天又放出一个视频影像 引起巨大争议 他宣称再次拍摄到了戴狼 但是由于视频资料非常模糊 也有人说这是造假的 甚至有很多网红直接奔赴海外 想去寻找这种戴狼